大家知道接下来在奥兰多最激动人心的一个重点工程在哪吗 带你来看看 Yuki姐姐在佛中 Hello大家好我是Yuki 看过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我对奥兰多Clemont这个城市有一定的个人情节 那记得在四五年前的时候我就已经推荐过Clemont这个城市 当时居住在这边的中国人呢还是非常少的 很多朋友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找一个这么偏的一个小郊区来住 那当时的Clemont给我的感觉呢其实就只是风景环境好 小山丘啊没有这个佛罗里达州这个平地这么这么boring 那跟我的第二个老家三番寺感觉很像 大概在前年的时候呢我重点的推荐了Clemont的其中一个叫半三腰的一个小区 那我当时的Selling Point呢其实就是那附近要建一个Costco 几乎每一个准备搬来奥兰多的中国人呢都会有三个要求 一个呢是安全好区 一个呢是不要离中国城太远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最后最好附近要有Costco 那可想而知Costco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多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Point 那在这里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Clemont的Costco呢已经建的差不多了 在今年的11月中就可以开业了 那去年呢我在推荐一个小区的时候提了一下Clemont的一个大型的新项目 那我叫它奥林匹克村 那当时呢因为是初步计划而且官方的资料非常的少 所以呢我并没有大力的去做这个推广介绍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我将重点介绍 莱纳公司在这个奥林匹克村旁边的一个新建小区 名字叫做Wellis Ridge 那让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会这么强推 它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我在这里大概介绍一下什么是奥林匹克村 那这一个项目呢它占地243英亩 为Clemont带来4000多个工作岗位 也带来了14亿美元的这个经济影响 奥林匹克村呢它以全民健身为种子 集合了顶级的奥运培训设施 一流的医疗设备 还有高端的住宅商业娱乐为一体 奥林匹克村在Wellis Way的中心地段 那我在这里称它为健康之路吧 健康之路位于Clemont50号公路以南 27号公路和129公路之间 健康之路建成之后呢 直接穿过迪士尼西部的门 一直到Winter Garden的Horizon West和Hamden 再跟429公路连接到一起 奥林匹克村它正在建设一个体育园区 它会建一个可以容纳5800人的体育馆 一个可以容纳3500人的足球场 一个10万平方英尺的室内体育馆 还将设有冰上运动场 排球 棒球 篮球 沙滩排球馆 还有攀岩 还有一个4.5英里长的一个步道系统 除此之外呢 奥林匹克村还跟AAU合作 AAU呢 是美国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一个综合性体育活动组织之一 它的参与者呢 就已经超过了72万人 光是志愿者就已经超过了15万人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这个奥林匹克村的细节跟动态呢 我会做一个视频 视频连接呢 会放在下方的讨论区 欢迎大家观看 哎 说起莱娜 我一定要请我们的开发商莱娜的老朋友 黄芳 黄芳 哇 这个 大家好 哈喽 黄芳 很久没见你 你看你今天穿的这么sporty 是有什么预告吗 是的呀 今天我们不是主要讨论的是这个话题 是全民健身话题吗 这不我就用得讲吗 嗯 黄芳 我今天请你过来 主要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新盘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万众瞩目的这个盘吗 非常非常非常的庆幸 今天我呢 怀着这个很很很兴奋的心情 因为这个盘呢也是我们筹备了好几年 重金打造的一个未来的这个重点工程 它叫Wellness Rich 这个名字也反映出来了对这个大的 大的concept Wellness Way Project的一个小的缩写 Wellness Rich 谈到这个盘呢 那如可厚非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它得天独厚极具优势的这个地理位置 那么如果你在你接下来的介绍当中 可能会提到这两条至关重要的路的名字 一个是Scoffield 一个是这个Wellness Way Boulevard 它这两条路的交界处呢 就是我们这个盘所在的位置 也是这个第一期的位置 然后这个Wellness Ridge呢 它将会是来纳重点打造的一个核心盘 我们把它叫做Master Plan Community 我们计划呢建造1800多栋 所以它的规模很宏大 然后也是为了响应这个全民健身的这个Wellness的主题呢 我们规划也是很发了花了很多心思 除了这个届时会有这个满眼的绿色和连绵不绝的这个徒步的这个田园小径以外 我们还重金打造了一个占地10亿亿的大型高端会所 那设施呢包括独家式游泳池 健身房 篮球场 网球场 Pickelball 还有这个儿童活动区等等等等 除了备受瞩目的这个会所和配套以外呢 莱纳这次在这个户型选择的方面也是独具匠心 索性呢就是把热卖的这个所有热卖的和最受欢迎的户型 来了一个打包汇总 缘分不动的搬到了Wellness Ridge 那虽然对我们销售来说是个挑战 但是为了满足一个广大客户的这个需求和预算 我们提供所有的这个以下的七个产品线以及25个户型 那七个产品线里边的两个呢是连排系列 分别是三到四房的这个户型 面积范围大概在1600到2000尺 价位呢实现目前是在33万到40万区间 除了这两个连排系列以外呢 其他就是五个独栋系列 其中包含32尺 我在这里谈的这个尺呢就是它的这个地块的面宽 所以大家知道一下32尺 40尺前置车库 还分40尺的后置车库 加上50尺和60尺 所有的这个独栋的大概面积范围呢都是在1400尺呢到3500尺 它的这个跨度很大 那这个价位区间也是比较大 大概是从38万起到65万区间 不过这个只是今天的价格 HOA我简单说一下 因为有这么那客人可能觉得有这么大的会所 还有这么这么高端的配置 那会不会是很贵的HOA呢 其实不是 HOA呢 这几个产品线呢 分别是150到182一个月 然后这个HOA里呢 你也想知道 就是它包含减草 除了所有的这个配套都可以使用以外 还包含你这个LOT的减草 而且还包含这个宽带 宽带网 所以在在一定程度上省了很多钱 对 其实拆开来算非常划算 但是呢 确实是有CDD CDD大家如果不熟悉 它叫这个社区开发税 它根据产品线来划分 大概是在1100到2800 这个区间一年 那其实还是很便宜的 因为现在的这个市价 如果是找一个就是减草的一个公司的话 通常一个中型的一个后院的话 基本上是120块钱到150块钱 对啊 所以拆开来一点都不贵 那刚刚我帮大家问一句 因为你刚才介绍的货行里边呢 我并没有听到有这个房东房的货行 那因为这个莱纳房东房是莱纳的算是什么 算是来到人一个特色嘛 对 那你们这个小区现在有保留吗 有的 我忘了跟大家提 那那个独栋这个户型里边呢 有两个房中房 也是我们的经典户型 它是一个Rivera一层的大平层 2650尺 然后就是这个Independence 是两层的这个最大的房中房户型 那等于是说之前的那个FIDOM就没有了 现在只有两个是比较大型的 有FIDOM还有但是在其他小区 WELLNESS是比较对 我们是选择了两个最最经典的户型 对的 那据我所知 因为将来的这个盘呢 会距离就是那个WELLNESS WAY 建好了之后 这个盘去迪士尼的路程只有15分钟 嗯差不多 对那这个盘你们可以做等租吗 不可以 它还是属于一个长租 长租的小区 但是呢这个盘跟其他盘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这个LEASE Term可以最少少到30天 也就是说它算有一点点的这个短租成分在里面 所以对一些北北面来的客户或者是外国啊 比较冷的地区的一些Snowbird 他们是有这个可能性去把房子一个月一个月这样出租 对甚至是嫉妒性的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 有很多加拿大的客人 他们经常会问我们说 他们想在这边买一个second home 但是这个second home呢 他又不想完全空在那边 因为他们用的大概是三个月吧 就是10月10月12月 这三个是加拿大最冷的时候 所以他们可能自己会来住 那平常时候呢 他们就会可能想租出去 但是也不是短租了 就是如果能够租个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都OK 就可以帮补一下整个费用 成本费用 那这个小区还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 因为其他地方都是按长租算的话 就是从九个月开始 或者七个月 九个月通常都是长租起跳 那这个是三十天的话 那又给大家一个option 对,flexibility 对,那就perfect 对这些客人想要自己使用 又同时呢 又帮他们盈利其他的时间 所以有这么一个三十天的短租的这么一个term 对,那你们这个小区现在的要满间 建好了吗? 还没有,已经建好了 但是还没有装修好 所以不过已经应该很快了 嗯,行 如果大家是对这个盘有兴趣的话 我本人其实是蛮有兴趣的 因为我跟方方呢 除了在工作上面一起工作之外呢 我们私底下也是好朋友 那我们以前经常会去的地方呢 就是啊 在那个Clamour 27号公路上面 有个在橘子的一个园 那个园我们是经常去的 非常好玩 也很适合小孩子 而且呢 在他的这个盘的正对面 大概不到两mile 就是啊很著名的这个 Lavisa National Park 嗯,国家公园 那个国家公园里面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 嗯,所以呢 所以呢,如果是大家对这个盘有兴趣的话 欢迎跟我们联络 我刚才最重要的一点 我忘记提了 就是呢 这个未来的这个Olympic公园 它是其实在我们这个盘的正对面 就是隔着一条Scoffield这条路 对 所以他的这个先到先得来那 嗯,比其他的这个建商都是来早一步 所以我们先到先得 您就可以拿到今天最好的price 而且先到先得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位置肯定是最好的 因为他才,他选完之后 人家才可以再选 是的 对吧 如果我们搬到这里来的话呢 呃,像佛罗里达州现在这么热的天气 我们基本上都不用到户外去玩 我们可以到室内玩就可以了 是的,而且这个 因为Clemont地势比较高嘛 它这个,它有山丘感的感觉 所以这个盘呢 如果你现在过去的话 会感觉到这个小风吹着 对,我们刚才在外面 因为我航拍嘛 我在外面航拍的时候 一点都感觉不到热 就感觉那个风吹得很舒服 很凉快的 这个是跟在奥兰多 呃,跟在Winter Garden那边 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 你能感觉到 这边的气温大概 嗯 气温大概会比那边要低个五度左右 嗯,对,是的 非常舒服 所以这个Clemont是我自己也非常看好的一个区 那当然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一个小区 是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呢 有一些兴趣呢 可以找Yuki 然后我们再根据您的这个需求 来帮您量身定做一个最适合您的户型 嗯,好 今天非常的谢谢方方 今天就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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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